玩電動打怪闖關可別以為是小孩子的專利 職棒球員也在瘋電玩 Lamigo三位球星 林智勝 郭炎文 林鴻鈺 受邀參加去年5月 造成瘋潮的電玩遊戲改版內容 其中林智勝可說是骨灰級玩家 上限時間超過了1000個小時 回想一下 當時可是球技進行中耶 平均來講我應該是都會 花三四個小時在遊戲上 算少了 天吶 每天四個小時會不會太誇張 看在Lamigo去年拿下超級霸的份上 就原諒你啦 換個角度想 不管是學生上班族 甚至是球員 都需要在工作之餘 有時間能夠抽離一下 只是每個人選擇的方式都不相同 三位球員聊起電玩精 組隊打怪的專業度可不輸任何阿宅 在這裡 未來體育新聞要線上小叮鈴 不管是打電動 看球賽 都要適當休息一下才健康喔 我來體育新聞 蕭欣腔 蔡欣錦 採訪報導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感谢观看